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老杨私房茶 新的一批产品即将上市 敬请关注 到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李姐和支持 卖茶了 不容易 独报了时间 纽约时报报导的是 新冠清零政策之下 中国的网课一带迎来高考 这三年基本上上网课 一千一百九十万的考生 那么参加了高考 星期二开始是创纪录的数字 彻底婚戴口罩 阴性核酸检测结果 是参加考试的前提条件 有一些考生被劝阻 不要在考试前两个周 两星期离开家 还有考生的家 位于封锁区域 他们必须做特别安排车辆 从家中前往考试场 考场 新冠检测阳性或者感染 有密切接触的考生 专门安排了隔离的病房 隔离的房间 让他们考试 最近的奥米克隆 导致了数千万人被封锁之后 中国努力维持一场 隔绝新冠病毒的高考 那么这里面有很多说法 很多说法 他说环球时报也写了社论 为高中三年大部分时间的新冠病毒 因缘下度过的网客一带加油 纽约时报很难得 没有对这一类的东西 有太多的批评 非常的持平和可观 华尔街日报 习近平考虑让亲信和立峰 掌管中国经济 习近平的考虑让 因为他认识了几十年的亲信 掌管国内经济和金融系统 这个人事论命将确保习近平 能够掌控重塑中国 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宏伟计划 这次让何立峰 何立峰是负责经济金融和工业事务的 国务院副总理职位的第一候选人 如果获得论命 凭借他和习近平的密切关系 何立峰可能会对政策产生广泛的影响 养人的关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他们在厦门 一直担当市政的官员 党内人士说 对习近平来讲 一个亲信 负责经济政策 将助力他对中国进行改革 把中国塑造成为一个更加公平 智力更生能力更强的经济体 别跑了 何立峰 又往上走 都有些铺牌 世界新闻网谈的是 朝阳群众讲金制度化 中国国安鼓励全民接谍 就是怎样呢 就是说呢 新的法律出来了 最高可以获得十万人民币的奖金 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的奖 检举奖军有望制度化 走向全民接谍 这是中央政法委一个说法 美国之音 香港一国两制25周年民调 林郑月儿成了历论最低民望的特首 这是香港民力研究所 昨天开始启动了一国两制 25周年中期的民情总结 林郑月儿的最新评论是36分 民望净值为负60百分点 成为历论民望最低的特首 那么有人说 这刘内少说 民望的问题实际上是跟这两届的民望 第一个北京收紧治港政策有关 RFA也就是亚洲自由之声 特别强调了中国经济学家陈文灵说 要收复台湾抢下台积电 陈文灵说 在西方向制裁俄罗斯一样 对中国进行毁灭制裁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定要收复台湾 特别是在进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方面 一定要把台积电 这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 抢到中国的手里 他是参加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 主办了中美论坛 说的话 这个话现在海外炒作很厉害 也引起了很多的热议 有人留言台积电本来属于中国的吗 什么鬼话 那中国自己不什么生产芯片吗 你不喜欢生产吗 一定要把它抢来才算是你的吗 德国之声谈了朱立伦 目前朱立伦说九二共识 没有共识的共识 目前在美国访问的朱立伦 国民党主席 九二共识没有共识的共识 是创造性的模糊 他说不要给国民党贴上亲中的标签 国民党是亲美的政党 和胡锡进说 国民党如果放弃一个中国 在岛内也将被泡沫化 他这次是参加了一个福福研究所 跟美影方的学者的交流 他对自己做了很多辩解 做了很多说话 美中关系 他们国民党是成为和平的出进者 不是麻烦的制造者 那胡锡进把他贬得一塌糊涂 你如果放弃一个中国 你马上会被边缘化 百年难党是不是 有的说法 英国BBC谈的也是朱立伦 朱立伦重申国民党的走亲美路线 但是党内还有以美路线之争还在 国民党呢 这个朱立伦到美西美东之后 那么就跟美国国务院关门进行 闭门会谈 也在布鲁金师协会 发表演讲 一个是亲美 一个是反共 反天 当年有评论 国民党这些年有人说是以美轻忠 在野六年 跟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已经生疏 但是呢 他讲最大的一个错误呢 就是什么 没有在美国坚持设立国民党的驻美的代表处 这里面呢 就是很多说法 但是呢 党内的大佬前总统马英九 说如果台海发生危机情况 台湾不要向前相信 美国一定会偕方台湾 马英九说台湾当然不是乌克兰 马英九说台湾不是乌克兰 但是美国让他盟友失望的故事不少 从台湾越南 敲饭到乌克兰 七十多年来死不结束 但是他讲 国民党 没有办法 或者很艰难 重新获得美国的国民党走向的信任 美国 驻台协会的师徒文说 北京没有给台湾太多的选择 国民党还在纠结九二公司的作俭制服 法广 谈的是太平洋岛国 提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如此努力 要跟太平洋岛国建立合作关系呢 他访问了加拿大一个研究员 对于法国世界报的一个说法 那首先呢 从地理开始 站在中国要眺望大海 首先看到一连串的岛屿 这个岛屿 从日本到台湾到菲律宾 空间很大 但如果你拥有潜艇和飞机 那就不一样 为了达到印度洋 太平洋到北极 中国需要打破这条链条 就需要夺取台湾 投射出去 在太平洋岛国 形成一个三千平方公里的 海域的空步之急 所以中国呢 优先的话 等他领先世界的海军 等等 那么迎头的一场是政治斗争 王毅本来这次想的 十拿十拿九稳的 但是没成想 在多个领域还是失败了 华尔街日报说 不一定是失败 中国的外交选婚 刮过太平洋 美国的加紧应对 也就是说 虽然呢 北京有点受挫 但是呢 就是外交部长 没有拉拢半数以上的 太平洋国家 达成深化安全和 贸易关系的区域协议 但是在斐济 中国盖了道路 谋天大楼 有人去说 如果华盛顿不加紧努力 美国在该地区 身为关键的 斡旋者的地位会被削弱 斐济的总检察长说 他们这和斐济可以做得更多 不仅仅是在斐济 多开几家麦当劳的餐厅 对美国来讲 这很刺激 这篇文章有意思 德国之声 德语的媒体说 中美两国是互相比赖吗 这是焦点杂志 他有一个社论 中国造造的美国模式中 最为糟糕的部分 导致世界各国疏远了北京 但如果华盛顿讲 长期切保美国模式的吸引力 就必须切实改善自己的治理 美日净报担心 一旦2024年 美国大选重回特朗普模式 世界各国又再次会出现 亲中输美 美国的回归是因为 中国只造反了美国最坏的一面 写了一篇政治学者 写了阿里山大 写了一篇专栏 现在众多国家 纷纷重新投奔美国 不是因为发现中国更烂而已 作者希望美国尽快改进 他的自身民主制度的缺陷 在巩固西方的价值观 对美国 对中国学的是最烂的 那么最烂的是什么 最烂的就是有一句话 最糟糕的民主 也好过最好的专制 但是现在糟糕了 中美两国的社会 都面临相同的问题 这是因为中国也采纳了 美国相似的经济体系 就是疯狂的资本主义 那么对中国的王富林 也很多说法 他也中国照判了 美国这个最糟糕的部分 还错误理解了 美国的强权思维 他说真正让美国 获得自由世界领袖地位 不是美国的经济实力 而是美国基于建立 基于人权法治的国际秩序 不一样 中国应该要注意 美国如果很长久 想当世界领袖的话 应该比中国 有更有吸引力的选项 尽快修理自己的民族体制 并以完善 谈到中国 很有意思 今天读报这十条 第一 大陆的每年高考 成了西方媒体 报道的焦点新闻 很难得意见的 没有太多恶意的评论 新冠疫情清零政策 广克一代 成了这一届考生的关键词 聚焦点都放在 高考的状元 得优秀分数的人 所以有一个诗人这么写 人们只记住喝奶的孩子 他们是孩子的模板 人们忘记了喝粥的孩子 他们爱去拿就去拿 就是能够走上这条独木桥 走过独木桥 独上大学的人 毕竟不多 而四年之后 他们还有一个 严峻的就业的问题 第二 何立峰主管经济 也就是取代刘鹤这个位置 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这说明习近平 对二十大人士能大权在握 政治传闻最近越来越多 多半是海外 华人媒体的爆派人士 华尔街日报 可能有自己的消息源 但是在尘埃落定之前 所有的都是传闻 上海的李强书记 公众市长的人事变动传闻 到今天为止 就换了好几种说法了 第三 台湾的国民党会不会泡沫化 能不能重返执政的舞台 是不是因为重申的 亲民反共立场 其实已经不太重要 朱利伦把九恶共识 那种模糊的墙子撕破以后 说明美国和台湾主流民意 并不把长期在野的国民党 放在身上 北京其实也做好了 强期跟民进党打交道的 充分准备 国民党当然不至于沦为小民进党 那是胡锡进随便一说 但是台湾的政治版图 政党政治的版图 也在酝酿新的变化 台湾的主流民意 其实并不等于就想打台湾多数的民意 不想把台湾变成乌克兰 而这一点 其实在2014年前后的选举结果 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晰 朱立伦只是把话说得更白而已 并没有改变原来国民党本质性的立场 第四点 林郑月儿已经在官邸收拾行李 因为他到月底6月30号就告一节了住 36年的执政的生涯 他每天晚上都来举办各种各样的告别宴会 他不会太在意民意支持率最低的新闻 因为他知道他的继任者的民意支持率 可能还会更低 六 经济学家谈政治 免不了都会荒腔走板 陈文明只是其中一例 给外界多了一个抨击大陆对台政策的口实 不懂得要少说 真懂得也不能这么说 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互动 多讲一些表达善意的话 多做一些减少双方敌意的事 徒争敌意反感的话 是只会添乱 陈文明最新的真正有词就是立正 有本事 咱们自己奋发图乡 搞出自己的精密新品来 抢人家了 占人家夺人家 那算什么本事 第六 德国媒体对中美两国相互比赖的话题 给我们多了一个德国立场的观察角度 这个批评是不是到位 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比赖这两个词用的相当的不错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我旦不说 我这意思是有令你 我们要评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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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